所有的混事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在这里录制这期视频 就是有一部分的混事朋友 就是通过看我们的视频 觉得我们这边的那个 风景还有气候比较凉爽 就是想来这边旅游避暑 就是住民宿 今天在这里接触这期视频 那个小伟跟我们的混事朋友们 在这里说一声 就离我们家大概一千米的一个位置 跟我关系比较好的 有一个是我叔叔 有一个是我我们叫大哥 他们刚好他们家里修了那个民宿 而且的话那个环境 待会儿在我们的视频后面 会给家人们整体的呈现一下 而且的话 它的那个整个的收费 你们也可以通过我咨询 因为每一年就是像很多 啊 啊 护母退休的 啊 他们会把护母安排到一个地方去 住几个月的民宿 而且等到夏天的时候啊 这个孩子放假的时候 嗯 有时间的 像 年轻人可能也会过来 住上一个月两个月 所以说 啊 啊 刚好我这边 有那个 资源啊 就是身边有那种 做民宿的 而且 整个的房间 你们可以通过后面的小视频 啊 去看一看 如果说你们想住到这样的民宿 啊 想来这里就是 开开心心的 住上几个月啊 就可以跟小伟 获得联系 嗯 我也是想 通过我们的视频啊 让 更多的粉丝朋友们 能够 开心 能够快乐 好了 家伙们 接下来就是 把后面的那个 民宿整个的一个 坐地的一个环境啊 分享给大家 你们如果觉得这样的民宿 是你想去的地方 请在视频下方 评论区给我留言 好了 接下来小伟 带你们欣赏一下 整个民宿的一个 房间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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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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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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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